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栏目 有消息称 三人为了这次训练 计划了很久 NBA球星尼克阳在好莱坞微博缴纳1万美元保时金被释放 展姆斯等球星共同训练 这样一张照片 首先是由骑士前锋奥斯曼 首先发出来的 在社交媒体上 奥斯曼收获到了超过10亿万的点赞 有消息人士透露称 为了这次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首次合联 展姆斯 杜兰特 还有莱奥纳德为此计划了很久 现在还不确定的是 三大巨星是否很快会再次一起训练 照片中的其他成员 还包括了猛龙队教练组的 还有最近球队才聘请的 这其中 是莱奥纳德的好友 两人在高中大学 还有AAU的比赛都是队友 刚刚帮助勇士队A年总冠军的凯文杜兰特 以及他的训练师兰迪威廉姆斯 也有加入 拒绝透露 三大巨星具体的训练项目 当 施奥斯纳晒出了这样照片后 他在社交媒体上写道 永远不要停止梦想 永远不要停止相信 永远不要停止尝试 永远不要停止学习 今年夏天 詹姆斯和洛杉矶湖人队签下了一份四年总价值1.5亿美元的合同 末龙队通过交易 得到了莱奥纳德 明年夏天 莱奥纳德将成为一名自由球员 快船湖人都有意去牵下他 而这个休赛期 詹姆斯和杜兰特曾在洛杉矶一起训练过 隔三 好吗 好吗 好吗